摘要引导 第一章 从生理学角度谈自律 有关自律能力的生理学基础的认知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而这一事实意为主 自律就跟肌肉一样 可以锻炼 也可以消耗和衰竭 而后者则被称为意志力倦怠 了解这些信息是非常受用的 因为我们可以据此 来勾勒出自己的自律蓝图 既可以提升自律能力 又可以创造条件来节约自律资源 此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日常的行为和习惯 来对自律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章 如何将自己一箭激活 自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同样重要的是 寻得合适的激励因素来代替自律 人们对于自身行为动机的判断 未必符合实际 所以坦诚念对自己非常重要 不断有研究证明 物质财富的激励效果其实并不理想 相较之下 进取心 自主权 工匠心和使命感等才是更加牢靠的激励因素 亚里士多德的激励理论介绍了包括外源性和内生性因素在内的其他一些行为诱因 第三章 海豹突击队的自律秘诀 海豹突击队队员们往往因意志力顽强而享有胜誉 而这一品致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足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 海豹突击队队员们能够运用弱干技巧来保持惊人的行动力 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项技巧被称为40%法则 当觉得自己已经到达极限时 实际上只发挥出40%的实力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提升自律的技巧 包括能够抑制应急反应的相视呼吸 制定更加激进的目标以便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 以及十分钟法则等 第四章 是什么消解了自律 一些常见的可能破坏自律的因素包括 设定过高的预期虚假希望综合征 为追求完美而不断拖延 可运用75%法则来化解 为消极不座位寻找辩解和借口 以及帕金森定律效应 可通过设定更加激进的工作实现来化解 第五章 锻炼自律的肌肉 自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令人不适的行为 因此 像锻炼肌肉一样锻炼自己应对不适感的能力很有意义 应对不适感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练习冲动冲浪 其效果远比一味抵制冲动的作用更佳 此外 我们还可以模仿讲假创造的拒绝疗法 或是干脆为自己制造一些窘境通常在公众场合 从而迫使自己设法应对 第六章 如何构建自律的环境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我们为自己所构建的周边环境 对于自律的培养来说 是一把杀伤力极强的双刃剑 我们需要战略性的运用眼不见未尽的策略来消除各种外界干扰 降低来自多巴胺的刺激以使自己更加专注 同时还要设计一条最为便捷省事的路径以便做出最佳的决策 第七章 利用社交环境强化自律 除了周边环境之外 我们还会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 我们的社交圈定义了什么是可接纳的 什么是有帮助的 以及什么是不利的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 但是可以选择与谁相处的更多 同时是助主动寻找人生导师和行为模范 从而不断弥补自身缺陷吧 第八章 将最好吃的放在最后 延迟满足的概念由来已久 形象的说 就是把最好吃的放在最后的意思 大量研究发现 这一能力与个人在生活中各种方面的表现 都呈现出高度相关性 挖掘延迟满足能力的另一个办法 就是积极主动地位 未来的自己多做筹谋 现在的付出是为了获得未来更大的回报 最后 我们可以利用10年10月10日法则 来对未来的自己做一管亏 如果选择了放松自律 10分钟10小时和10天以后 自己的心理状态将会如何 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第九章 速来 教你怎样抵制 又或在面临诱惑 干扰或是冲动时 我们应该立刻向自己提出四个广泛适用且充满启发性的问题 即我是否是一个自律的人 我正在做的事 正确的事 还是容易做的事 我所预期的回报是什么 我现在头脑清醒吗 第十章 心态和方法决定一切 若想保持自律 需要学习一些有利的生活方式 工作方法和攻坚手段 感知自己在某些方面 业意取得的进展是一种激励手段 预设进度效应 将自己与最终目标的距离拉近 也是一种激励手段 目标趋近效应 积极思考自己的行为将会如何立即与利他 还是一种激励手段 最后 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当然更是一种激励手段 第十一章 习惯 自律的终极形态 激励因素和自律能力都是多多益善的 不过激励因素往往是情绪化和暂时性的 而自律能力也并非用之不竭 相比之下 培养稳定的行为习惯则 可以在实现同样效果的前提下 大大减轻过程中的煎熬 研究显示 习惯的养成需要花费大约66天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从简单的行为 微习惯开始做起 并让自己坚持足够长的时间 能否成功的养成行为习惯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约瑟夫 格雷尼所提出的影响力六因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